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行政机关好像变成是一个脱疆野马 他不用接受这个行政法院判决的一个拘束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比如环平无效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断的在就是跟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抗争 甚至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个实质的影响结果 在座呼吁各位环平委员台东县的环平委员 不要出席这一次会议以免被他利用 那如果说你出席了通过了我们 我会请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到各个学校 到你的学校 尤其是屏東科技大学最多委员 我们一定会去那边办好几场辩论会 邀请你来讲为什么要通过 要讲出一个理由出来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发展其实应该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制定方法或是指标 发展应该有很不一样的方法去理解 它应该不是只是在具有货物性的那种海滩或是海洋上 然后它私有化 像种一个檳榔树一样的种一个建筑下去 所以它首先必须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意思是说它不会是三年UTM完毕之后留下来一堆 后来必须要去收拾垃圾 第二个可能要问的是这种建筑是不是必要的 因为在很多 特别是我们生态脆弱区刚才九星星都提到 生态脆弱区 然后或是它原来就有很传统很强大的 社会经济的原生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所谓的发展恐怕要在低度开发的前提之下来进行 恐怕才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会赢 县主会败数呢 主要是它呢 还没有还品的时候就先把建路盖起来了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等于是不用还品了嘛 那为了保护还品法 保护环境生态 那我们就提起还品无效的这个告诉 这个告诉我们定验之后呢 如果说它的建路没有拆除 那等于是没有改变事实 它不应该再重启还品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的还品是无效的 这次重启还品是不能再重启还品 除非你把建筑物清掉 那你再来谈还品 那不是啊 没有拆啊 然后继续这样就地表结合法吗 拆除美力万为鉴 拆除美力万为鉴 捍卫法治国尊严 捍卫法治国尊严 谢谢